哈嘍各位观众,我是森林 我们今天要来玩一款恐怖游戏 叫做甜蜜的家 又是这个 作者制作的哈 这个作者哈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规则啊 它说对于规则按右键可以找东西 也只能在正面点它 好看来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设定设定完成了哈 大概完成了吧就是这样完成了 就开始游戏吧 自从上一次的禁止哦 因为你随便走进了鬼仔 导致你被不明物体攻击 两小时 后你被小 什么被救起来 然后心跳血要稳定 可是你听不清 讲不听 还是找了一间鬼仔 废弃被诅咒的家 叫做甜蜜的家 嘿嘿这也是最棒的闹鬼最凶的一间鬼仔 上次我觉得还好不恐怖 这次是日本闹鬼最凶的鬼仔啊 不时还会尖叫跟哭声让我好兴奋啊 应该不会死掉吧 先不管了赶快进去探险吧 嗯 我听 我讲可以听的 所以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好啦我们就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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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我们进来房子里面了 灯还开着 有书诶 作者说你的目的就是探索这里 你的任务就把这里看过一遍 好吧我也是蛮闲的啦 一开始不应该进这种地方 我们应该去箱子的地方 没有一开始去那种地方 这边有门 哎呦 哎呦这边我觉得我们也是不应该先来 啊算了进去啦进去啦 反正迟早就要进 啊 我们是门幕 不是木门是门幕 好吧 我们名叫门幕 这是 八枚的生牛肉好吧 那么有水槽那些 哎哎 哎 空的是空的是空的是空 哎哎哎哎是空的 是空的 是空的 这个呢这个 这个也是打不开的不是空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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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木头掉下来 对哈这间房子蛮老旧的哈 难怪想必地板都很脆弱 哦 你还来 跟你说你 你一定不是看到鬼才死的 你一定是被东西砸死的 没东西 没东西 啊 啊 抓住 你 你耍屁啊 而且楼上还是地下室呢 我们先去楼上 比较好 地下室感觉就很邪门 我们就不要去了 跟楼上门开着 我觉得更邪门 那我们就去那个开车了吧 哈喽 哈喽 哎 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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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翔的日记 看一下翔的日记啊 这个地方好奇怪 为什么在这里有人好像被鬼附身一样 表情好像快死 没生命一样 我在这里待到了夜久 我的心也感到夜不安哈 自从我在厨房室 厨厂室里面看到一个箱子 也在这栋房子里 发生了命案哈 报纸上面写着啊 偏僻的豪宅在地下室 发现了76具尸体 喂 这是为什么呢 后面被撕掉了哈 76具尸体 待会我们就去见识 见识一下吧 这面墙看起来跟其他不太一样 是不是可以把它挖开 就是这一面嘛 这一面 我们找工具把它挖开 柜子是空的 而且桌子跟我们说 柜子可以打开 根本就没放东西在里面吧 所以我们在找 找东西把那面墙给挖开 这里是储藏室 快找报纸 诶 这是什么 地下室 key 地下室不是可以进的吗 地下室一开始不是可以进的吗 嗯 真的没有吗 报纸 应该是被那个叫祥乐人拿走了 应该是要到地下室拿稿子 可是天花板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呢 天花板你看 你看 嗯 那边那边开挂吗 那边 为什么门会关起来 哇 这边还是地下室 那那边是什么地方 啊靠 这边只是一个洞哦 好好 我们到地下室去 地下室还蛮亮的 地下室 这边是 石稿 哇 这是 发电机 这发电机 看起来很老旧 似乎不正在使用了啊 甜蜜的家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而且为什么是蜘蛛啊 我不想走这边 这是什么 水管吗 水管为什么是黏在墙壁啊 而且好暗哦 这地方 这是太帆啦 白痴哦 哇 6666666 忘回走 靠北 不要了老大 不要了老大 有東西嗎? 欸! 門開了 門開了 私手離開囉 離開離開快快離開 欸! 請問你要去哪裡啊?黑暗門幕 為什麼能離開這個街啊? 為什麼是黑暗的我? 離開之後卻把充滿憂恨的我給丟在這裡 我在這裡孤單了好多年 你要為你的行為付出待機啊 受死吧這樣我才可以脫困 好吧 好吧 啊對不起 啊對不起就這樣 那邊那邊有那邊有那邊有那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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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掉零了欸就這樣喔 感謝你玩原地主要在這邊 建連網路喔 啊 這是什麼 好那我們這次實況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影片的話可以點個喜歡並且幫我分享 这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会每天晚上6点半 发布影片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